还笑过后 重灾区班迪格兰 拉马特基督教堂 举办耶诞弥撒 来参加的人数仅有一百人 是过往的一半 但人人虔诚祈祷 用感恩心来面对此刻的平安 雅加达此一志工也在 勘灾后立即启动急难救助 六百份的生活物资 和八十箱十公斤的香机饭 以及烹煮的器材 在二十六号早上 启程前往班迪格兰宿木尔镇 计划展开物资的发放 和热食的供应 以及一整工作 但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却因拉波汗震大雨淹水 无法继续向前 此一志工立刻在避难所 召开应变会议 也等待大水退去 终于在下午三点前抵达 却因为安全的考量 禁止进入 而在另一个重灾区 南榜万木里村 连续两天借用寺庙 烹煮热食 发放了五百份 寺庙的师傅们 也和志工一同前往灾区关怀 后续还计划将发放 包括牙刷毛巾等 九项生活用品 让灾民在避难所 能够安心等待 重建家园的到来 大爱新闻印尼 综合报道 不要根拒置 一刻 是